这才是台湾陷入三角链 跟台湾爱的知识的原因 因为如果操作不剩的话 受害者永远是台湾 而不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BBC报道了 他说台湾现在陷于危险境境 就是陷于危险的三角链 可能阴暗致死 换句话说他所谓的三角链 就是指美中台这三方 当然BBC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说他们是从麦卡锡 或者裴洛西老太太来台湾 开始讲起 那事实上这个问题 BBC他虽然讲到重点 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网络上面看 BBC的这篇文章 他有些观点我同意 他有些观点我并不同意 我们确确的说 从陷洛西老太太到麦卡锡 坦白说 真正挑起的是台湾 那为什么挑起的是台湾 台湾一直希望美国有重量级的人物 到台湾来参访 那顺便可以提高台湾的能见度 可是他一旦操作下去 他马上发现 中国大陆的反应之强烈 是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 那双方既没有沟通管道 只有透过美国 所以呢 美国在操作这个议题 各位我们先看 陪洛西老太太 台湾发出了邀请 你邀请陪洛西老太太到台湾 陪洛西老太太也愿意 那第一次呢 美国拜登政府认为 操作这个议题太过于危险 所以他们劝了陪洛西老太太 可是当陪洛西老太太 要卸任众议院院长的时候 他非来台湾 美国对台湾施加压力 说你把邀请给我撤销 但是陪洛西老太太 他还是要来 那美国也没有办法 美国跟陪洛西老太太沟通 老太太是自知不理 他还是飞到台湾来了 那这个就使台湾 成为一个瘦气包 那这一次的麦卡锡的情况 他还是一样 那陈如绿营的立委 他讲 他奉尤希昆之命 还有蔡英文之命 带了信去邀请麦卡锡 那麦卡锡那个时候正在参选 结果他选上了又担任了众议院的院长 这个时候 麦卡锡说他要来台湾 时间是4月10号 美国鉴于过去8月的时候 去年8月 陪洛西老太太来台湾的时候 所发生的环岛军演 让美国知道 这一次如果麦卡锡真到台湾来的话 再一次环岛军演 美国承受不起 况且 中国大陆他实施的环岛封锁 刚刚好碰巧 美国都在军事演习 像韩国的双龙 双龙军事演习 像菲律宾的监柄 他在日本也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也告诉了蔡英文 跟萧美琴 是不是撤销麦卡锡的邀请 蔡英文跟萧美琴都同意了 但同意了以后 那麦卡锡说他还是要到台湾来 他还是要见蔡英文 所以才有这一次所谓的共农之旅 就是让蔡英文过境 那蔡英文过境跟2019年是完全不一样 那所谓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美国政府他保持的低调 他也要求蔡英文保持低调 所以他这次随行采访团的记者 到了美国所得到的讯息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甚至于蔡英文是对台湾记者团 进行了所谓的新闻管控 这也促成了中央社只有16则的报导 究竟他跟谁见面 中央社都不讲 台湾的记者也不晓得 不像马英九 也不像陈水扁那个时候出访的时候 他事先他要见谁 老早就已经知道 除了见谁以外 连与会的名单落地的时候就完全拿到 我们可以说从小布什 奥巴马特朗普时代 这些对美国来讲统统不是问题 但是一旦到了现在 拜登政府他严格要求 台湾必须要遵守这些私下的协议 蔡英文也接受 蔡英文接受了 各位要知道很多的消息是要等蔡英文回到台湾才能够发布 那至于是麦卡锡 是因为记者一直问麦卡锡 你们究竟要不要见面 那麦卡锡就在4月3号 他发布了一则新闻 就是说有将近20位的国会议员 包含160多位的国会记者 要去加州迎接蔡英文 但是他不会接机 那事实上蔡英文到达洛杉矶 麦卡锡已经在洛杉矶了 如果他不顾美国的禁令 他直接去接机的话 以一个众议院的院长身份去接机 那对中国大陆无疑是一个刺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政府大概也跟麦卡锡之间有所沟通 也告诉了蔡英文 就是说你怎么来 你就怎么去 不要期待行政官员 或者国会议员的接机 那蔡英文也同意了 那至于在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 最坏最坏的结果 坦白说了 坦白说 就跟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一样 公开变成座谈会 就是闭门会是可以的 那事实上蔡英文心心念念的 要达成事件事 是作为她的一个指标 第一个访问华府 在众议院 院长办公室建麦卡锡 第二个 接受麦卡锡的邀请 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包含视讯也可以 那第三个 突破华府障碍 或者华府限制 就是她以现任的身份 到华府 如果她以现任的身份 到了华府的话 她大概是从蒋经国以来 蒋经国以来第一位 但是美国不会容许她这样子做 那第四个 为了要到华府去 她不惜可以激怒中国大陆 但是美国所考量的 不单单是台湾的问题 而是亚太安全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不希望搞到局势动荡 让美国措手不及 所以蔡英文这四个指标 没有办法达标 他们只好在里根图书馆见面 里根图书馆见面 就是未来她发表的联合声明 或者是其他的 好 事物 看看会不会引起中国大陆的注意 那事实上 美国一直希望跟中国大陆 能够进行沟通 甚至于进行高层通话 但是她所有联络沟通的管道都没有了 都被切断 那中国大陆的一句话 说要等4月5号 你们联合记者会以后 中国大陆才会针对现况 跟美国进行沟通 或者是恢复联络 所以我们可以看 台湾所谓陷入三角链 其实它陷入的是美国之链 可是爱到至死呢 就是蔡英文的作为 或者她的做法没有办法达标 那从这一些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她今天白宫还是发表声明 希望蔡卖会或者卖菜会之后 中国大陆不要有过度的反应 因为美国认为她管控的不错 那蔡英文虽然委屈 但是她还是见到了麦卡锡 麦卡锡虽然不能到台湾 但是至少她在美国见到了蔡英文 所以各位去看 见面其实并不难 见面最难的是 她幕后实力的较劲 这才是台湾陷入三角链 跟台湾爱的至死的原因 因为如果操作不剩的话 受害者永远是台湾 而不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也讨论是台湾陷入三角链爱的至死的原因 也讨论是台湾陷入三角链爱的至死的原因